第15座的題目是 社區中常有需要協助的家庭或個人 如何讓他們即時得到關懷跟協助 我們掌聲歡迎第15座 各位熱心社區的夥伴 大家好 我們這一組是怎麼讓社區中需要協助的個人跟家庭 能夠得到即時完整的跟多元的服務 我們這一組裡面我們會看到社區裡面有很多 一個是他知道資源也知道求助的 那可能不是我們要去協助的對象 那我們發現有一些他需要求助 可是他可能知道 所以需要我們給他提供一些資訊 那另外一塊是我們發現很多在我們社區裡面需要協助的對象是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問題 也不知道怎麼去求助 所以這個是比較封閉的一些家庭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題目裡面我們就想到 其實就是社區 社區怎麼樣提供協助 所以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落實社區的通報 那我想落實社區通報這個一直在我們都一直在提 可是 到底 還是有那些很多漏網之魚 所以我們希望那個通報的人不再只是林里長 那當然林里長是很重要的咖 那另外一塊就是社區行手 對我們發現社區行手隊都很熱心 然後社區裡面熱心人士 然後三公六婆 我們希望社區的三公六婆 這些熱心人士能夠出來 那另外一塊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 學生 所以我等一下會再報告 那這些人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教育訓練 譬如說他可能需要知道我們到底有福利資源是在哪裡 那另外怎麼樣去通報 他不知道管道是什麼 那這個林里長怎麼去訓練他的敏感度 甚至是在這個訓練裡面 我們希望去加強他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怎麼去建構出來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方式裡面很重要是發行一個各行政區的社區福利報 那那個社區福利報裡面 我們可能需要去訓練一些公民的記者 那些公民記者他有一個平台是可以幫忙做的 那另外一塊就是學校的學生 不管是不是新聞系的學生 或者是甚至國中高中的學生 他們都可以來做這個東西 然後做好可能也可以有網路報 可以有平面報報 那有一些可能網路不行 我們可以從平面報的方式給他們 給他們有一些這樣的資訊 那甚至是網路 網路可以有一些求助 那另外一塊我們希望林里長要有一個責任 是對弱勢族群的照顧責任 那但是因為林里長是民選 我們很難怎麼去加強他 所以我們希望去引導 引導這些弱勢的這些林里長 注重弱勢 那當然可以從社區報去宣導 那另外Seven跟全家福 這些24小時的商店 社區的店家 都是我們可以運用的資源 那另外我們也希望這些服務的學生 學生都有服務學習的課 那老師都會讓他去社會團體去實習 那我們也可以請他們 回到他自己的社區 去社區做實習 那至於居民怎麼樣求助 那除了網路提供充實的這些資訊以外 那個宣導的專線119 1999 我們一直在宣傳 那如何提供即時完整多元的服務 我們希望社區資源網路要連起來 那我們希望政府能夠 擔負起這個資源整合的責任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還是要五桌就要結束了 接下去下一桌第十桌非常重要 因為新移民已經成為我們國內 非常大的一個族群 接近原住民的